这里系列,第四篇,蓝血人,尼匡,第八部,不是女儿的恋人,纳尔逊自然是知道什么叫做月神会的,所以我用不住多费唇舌,向他解释,纳尔逊道,你不说,我也想告诉你了,我压抑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纳尔逊道,本地警局接到报告,在一个早被以为是月神会汇聚活动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打斗, 打斗的另一方,只是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我便想到,那可能就是你了,我呆了一呆,不觉哦的一声,道,原来那是月神会的人物,我想起了那个鲸鱼柔道的老者,那两个假扮穷皮匠大汉,以及他们的突然离去,的确都充满了神秘诡异的色彩,照这样说来,月神会之注意我,还在某国大使馆之前了, 因为在我和那鲸鱼柔道的老者动手之际,我还未曾和某国大使会面临,我呆了半场,将那场打斗的情形,向纳尔逊简略地说了一下,便道,如今,如果你只想追向那箱子下落的话, 那么,我便要单独设法脱身了,纳尔逊再不言语,当然他心中是在生气,但因为我并不是他的下属,所以不能对我发脾气,纳尔逊好意会不说话,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我想不到你会这样说法的, 我提高了声音,道,我是为了方天,才勉强介入那种危险而又无聊的漩涡之中的,如果只是为了老十子金属箱子的话,那我自然要退出了, 纳尔逊望住窗外,道,好,可是在一千万人口以上的东京,你怎能找到方天呢?我道,你说方天到日本来,是某国太空发展机构最高当局给他的一个假期,难道他可以不回去报到吗?到了那时,他不就自然出现了吗? 纳尔逊道,不错,假期的时间是三个月,如今已过去一个月了,方天假期结束之后, 某国的探索土星计划,也到了非实施不可的时候了,便没有时间再对他们做全面的调查了,我不服道,为什么?纳尔逊道,我也不十分清楚,大致是因为环绕住土星的那一圈光环,是某一种地球上所没有的金属游离层,如今的计划,是要平级住那游离层的特殊引力,使得太空船能够顺利到达, 而游离层的吸引力,却是实强实弱的,如果错过了两个月之后的那次机会,就要再等上几十年,才会有同样的机会了, 整件事情的复杂,可以说已到了空前的程度,它不但牵涉到了地球上的两个强国,而且还关系到离开地球那么远的星球,而关键又在一个神秘的,有助蓝色血液的人上, 我只感到脑中嗡嗡作响,一点头绪也没有,好一会,才道,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呢? 纳尔逊道,我的意思是,不论是什么人在跟踪你,你都不加理会,我深信你能够安然地摆脱他们的, 目前,你最要紧的,是去调查那只硬金属箱子的来源,在日本,能够焊接,他已经讲过那句话的了, 所以,我不等他讲完,便打断了他的话头,道,为什么? 纳尔逊直视助我,道,因为我相信两件事是有联系的,你到某国大使馆去,虽然未曾找到方天, 但是发现了那只神秘的金属箱子,我深信那箱子是所有事情的重要关键, 我苦笑了一下,心中暗存,要调查那只箱子的来源,的确不是难事, 本来我可以一口答应了下来的,然而,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我实在不想做, 纳尔逊先生道,如果你不想去的话,上狱之后,我自己会去进行的, 我道,难道国际警方再派不出得力的人来了吗? 纳尔逊轻叹了一声,道,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感觉, 要找一个合作的对手并不容易的事情,而你是个最适合的人了, 我的心中抖得生起了一股知己知感,我站了起来,道,我如今就去进行, 纳尔逊道,关于这件事,我如今也是一点头绪没有,但我可以向你提一个忠告, 你别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我道,我在东京,认得几个有名的私家侦探, 我相信他们可以帮我一下的,纳尔逊先生急道, 可是千万别向他们说出事情的真相来,我点头道,知道了, 我向门口走去,还未到门口,纳尔逊已道,你回来,关于海文方的资料, 你还未曾向我讲完了,我又回到了他的病床旁边, 上次,我刚要向他提及海文方的一切,被那群歹徒的突然出现,而打断了我的话头, 这一次,没有人再来打断我的话头了,我向纳尔逊详细地讲述出方天的怪血液, 以及他似乎有助可以令人产生自杀之念,并付诸实行的可怕的催眠力量, 以及他有助亮光一闪,便几乎使我不能再做人的神秘武器, 关于方天的一切,听来是那么的怪诞,若不是纳尔逊已和我合作过许多次, 知道我对他所讲的绝不是虚语的话,他可能以为我是在发梦意了, 他静静地听我讲完,道,这件事我要向最权威的一届人士请教, 何以人会有蓝色的血液,然而蓝色的血液和他在某国土星探索计划中所做的事, 有什么关系呢? 我道,或者他想一名惊人 纳尔逊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问题就在于他在太空船上,加多了一个单人舱位, 像是他准备亲自坐太空船,飞上太空去一样, 我道,他这样做,是不是破坏了太空船呢? 纳尔逊道,并没有破坏太空船,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相反的,他在太空船上增添了不少装置, 经过研究的结果,这些装置是有利于太空飞行的, 最近我还接到报告,说某国的科学人员, 又查明了方天的一项新装置,是他自己发明的, 我心中大是好奇,道,那是什么? 纳尔逊道,他做了一个装置,可以利用宇宙中的某一种放射线, 成为一种光能,保护太空船,使得太空中的陨星, 在碰到那种保护光的时候,便立即变为微小的尘埃, 我实声道,但是这一项发明,已足可以使他得到诺贝尔奖金了, 纳尔逊道,所以某国的科学家, 一直认为他是独自在改进土星的探讨计划, 而不是在破坏,正因为如此, 所以对他的调查,也是在暗中进行的, 海文芳本身并不知道, 我来回夺了几步,道,你如此深信那只箱子和海文芳有关, 又是为了什么? 纳尔逊搓了搓手,道,有些事是很难说出为什么来的, 那只是我的一种直觉, 但是我认为,那只箱子恰好在我们全力对付海文芳的时候出现, 而某国大使馆又对之看得如此严重, 这其中还不是大有文章吗? 所以我相信事情可能和海文芳有关, 我叹了一口气,道,好, 我不妨去调查一下那只箱子的由来, 但是,我将仍追寻方天的下落, 纳尔逊伸手在我的肩上拍了一拍, 道,不要忘了你还是阅神会和某国大使馆的目标, 我苦笑了一下,道, 我到日本来,是想休息一下的, 却不料到生出了这么多麻烦来, 纳尔逊意味深长地道, 人是没有休息的, 我转过身,向病房门口走去, 道,希望你和当地警局联络一下, 我本来是准备在医院中栖身的, 但如今既然要活动, 便不能留在医院中了, 我想作为当地警局新录用的一名杂工, 并且希望能够在警局公益宿舍中, 得到一个床位, 纳尔逊道容易得很, 一小时后, 你和我联络, 我便可以告诉你该在何处过夜了, 我不再多留, 竟自走了出去, 我的身份将一变而为当地警局的杂工了, 我想起那些还在旅店房门外等我的人, 心中不禁又好笑起来, 我出了医院, 在一家小咖啡座中坐了下来, 摊开在路上买来的报纸, 建好几家报纸, 都在抨击警方最近突然实施的严厉检查制度, 我心中又不禁暗暗叹息, 因为那样严厉的检查, 并没有使方天出现, 方天可能还在东京, 但是他隐藏了起来, 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他已经知道了, 我没有死在北海道的雪地之中, 也来到了东京, 仍不肯放过我, 我想到这里, 心头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 老实说, 我绝不怕力量强大的敌人, 我曾经和人所不敢正视的黑手党和胡克党交过手, 但是方天, 他却是那样一个神秘而不可测的人, 直到如今, 我仍然不明白方天使, 我受到那么重伤害的, 是什么武器, 接住我看到报纸上, 有一则十分奇怪的寻人广告, 道, 藤夫人店中岂有助益, 素与我联络, 左左慕青郎, 首先吸引我的, 便是左左慕青郎这个名字, 因为那正是在医院中, 为我治伤的左左慕博士, 而藤夫人店中岂有, 自然就是我了, 我自出了医院之后, 便未曾再和他联络过, 在医院中, 我也没有地址留下过, 这位世界著名的医学博士, 有什么急事要见我呢? 在寻人广告中, 并没有左左慕博士的地址, 但要知道, 他的住址, 实在是太容易了, 只销随便拨电话去任何一家报馆, 便可以知道了, 因为左左慕博士是日本有名的医生, 我喝完了咖啡, 就以这个方法, 得到了左左慕博士的地址, 但我却并没有立即就去的意思, 我挤上了拥挤的公共汽车, 沿途向人问住路, 东京的道路之混乱, 世界任何城市, 无出其右, 在一个小时之后, 我到了一幢新造的四层大厦之前, 在大厦的招牌板上, 我找到了小田园侦探度的招牌, 小田园是一个私家侦探, 几年前, 我和他在东京相识, 我们曾经合作, 侦查过一件和商业战争有关的案子, 以后便没有见过, 如今, 他的侦探事务所, 已搬到大厦中来了, 可见他混得不错, 我直上四楼, 推开了门, 居然有两三个女秘书在工作, 我为了保持身份秘密起见, 并不说出我的名字来, 而我这时, 穿的又是清洁工人的服装, 女秘书连正言也不向我看一下, 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 才听到一个女秘书懒洋洋地道, 小田园先生, 请你进去, 我走进了小田园宽大的办公室, 咳嗽了一声, 讲了一句, 只有我和他才知道的暗语, 小田园抬起头来, 望住我, 他面上的神情, 差事之间, 有冷漠而变的热情, 向我冲来, 连椅子也发了,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时, 我却大摇齐头, 道, 你是一个别角侦探, 小田园瞪住眼望我, 我又道, 你的事务所那么漂亮, 将会使你失去了无数有趣的案子, 我相信你最近的业务, 一定是忙于替阔太太跟踪他们的丈夫, 是不是? 小田园苦笑了一下, 显然已被我说中了, 我不等他叹苦惊, 又道, 我想要点资料, 相信你这里一定有的, 小田园又高兴了起来, 道, 好, 你说, 我道, 日本有几家工厂, 是可以进行最新的硬金属高温焊接数的, 小田园道, 我派人去查, 他按动了对讲电话, 对资料室的人员讲了几句, 不到十分钟, 回答便来了, 纳尔军先生的估计不错, 全日本只有两家这样的工厂, 一家是制造精密仪器的, 另一家则已制造电器用器, 持名世界, 又花了三十分钟的时间, 和这两家工厂通电话, 得知了那家精密仪器制造厂, 曾在十天之前, 接到过一件特别的工作, 便是焊接一只硬金属箱子, 委托他们做这件事的人, 叫做井上刺雄, 这个名字对于不是日本人听来, 可能一点意义也没有, 对于日本人, 或是熟悉日本情形的人来说, 那却是一个十分惊人的名字, 井上家族, 在日本可以说是最大的家族, 而井上刺雄, 又是井上家族中的佼佼者, 他拥有数不清的企业, 是日本的大富翁, 而据那家制造精密仪器的工厂说, 他们本来是不接受这样的工作的, 但委托者是井上刺雄, 自然又当别论了, 当我问及, 在那只硬金属箱子之中, 是什么东西之际, 工厂方面的人表示犹豫, 说那是业务上的秘密, 我如果要知道详细的情形, 工厂方面将我当作新闻记者了, 我又问及那种硬金属的成分, 据他们说, 那是一种的合金, 其中有一种十分稀有的金属在内, 要在设施8400度, 才能融化, 它的硬度是钻石硬度的七倍, 工厂方面并还自豪地说, 世界上没有几个地方, 可以用高温切割术割开那只箱子, 我心中暗存, 访问小田园的结果还算是圆满, 我又在小田园的事务所中, 和纳尔逊通了电话, 我向纳尔逊做了报告, 纳尔逊只告诉了我一句话, 你的住所被安排在第七警察宿舍, 你到那里就有地方安睡了, 我向小田园问明第七警察宿舍的所在, 便辞别了他, 走了出来, 小田园看样子已厌倦了跟踪生涯, 颇有意要和我一起做些事, 但是我却婉拒了他, 他神色耗得十分沮丧, 一声不出, 小田原本来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私家侦探, 他和我合作的案子也十分有趣, 经过过程很短, 有机会当记载出来, 一想读者, 此处不坠, 我离开了那幢大厦, 一面走, 一面又买了几份报纸, 这才发现, 几乎每一张报纸上, 都有左左牧博士刊登的寻找我的广告, 我的心中十分犹豫, 不知道是去看他好, 还是不去看他的好, 照理说, 左左牧是国际知名的学术界人士, 似乎不会害我的, 但是如今某国大使馆失去了我的踪迹, 一定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会不会是他们通过了左左牧来引我上钩呢, 这的确是我不能不考虑的, 因为我像某国大使馆玩了那样一个花样, 某国大使馆自然要千方百计地找我算账的了, 我向左左牧博士的住所而去, 但是到了他住宅的面前, 我却并不进去, 左左牧所住的是一所十分精致的房子, 那一个花园, 在东京的房子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围墙并不十分高, 我远远地望去, 只见花园中有一大半是绿荫的草地, 草地修饰得十分整洁, 可以知道屋主人并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我就在左左牧的屋外等住, 足足有一个小时, 只见左左牧博士住所出入的人, 只有两个, 一个是女佣模样的人, 另一个则正是提住皮包的左左牧博士, 我心中虽然存有戒心, 但是这样等下去, 也不是办法, 我先取下了面具, 因为我如果戴住那尼龙纤维所制成的, 精巧之极的面具的话, 左左牧博士是认不出我来的, 我走向前去按门铃, 门铃踩响了两下, 便听得一个十分清脆悦耳的声音道, 来了,那时我的心情可以说是烦乱到了极点, 而且在东京除了奈尔逊先生一个人之外, 我也几乎找不出第二个可以信托的人来, 我等于是生活在恐惧和不断的逃避之中一样, 然而那一下硬门的声音听了之后, 如令人生出一股说不出来的宁贴舒服之感, 我心中正在想, 那是左左牧的什么人时, 已从铁门中望到, 自屋子中快步走出一个少女来, 那少女穿着西装衫裙, 头发很短, 直到她来到了我的面前, 我仍然难以说她是美丽的, 但是自她身子每一部分散发出来的那股青春气息, 却是人不自由主, 心神为之一爽, 那少女是一个毫不做作, 在任何地方都会受到真诚欢迎的人, 她的年纪约莫在十八九岁左右, 见到了我, 她面上现出了亚裔的神色, 但是她的声音却仍然是那样的可亲, 柔软和动听, 道, 先生, 你找谁? 我道, 我找左左牧博士, 是她约我来的, 她竭力使她的怀疑神色不明显地表示出来, 道, 是家父邀你来的, 原来她是左左牧博士的女儿, 我连忙道, 是, 博士在报上登广告找我, 我话未讲完, 左左牧小姐后来, 我知道她的名字叫左左牧继子以阿的一声, 叫了出来, 道, 原来是你, 快请进来, 父亲因为等不到你, 几乎天天在发脾气里, 她一面说, 一面便开门, 我推门走进了花园, 笑道, 小姐, 博士的广告, 灯在报上, 人人可见, 也人人可以说和我同样的话, 你怎么立即放一个陌生人进屋来了, 她呆了一呆, 才道, 你会是坏人吗? 她的嘴非常甜, 所讲的每一句话, 也都是非常动听的, 令人听来, 说不出的舒服, 我连忙道, 如果是呢? 她道, 别开玩笑了, 父亲在等住你了, 我跟在她的后面, 向屋子走去, 继子的步伐, 轻盈的像是在跳芭蕾舞一样, 她踩到门口, 便高声叫道, 爸, 你要找的人来了, 从屋中传出左左目博士轰雷也是的声音, 道, 谁? 我立即道, 是我, 博士几乎是冲出来的, 他一看到了我, 立即伸手和我握了一下, 又向继子瞪了一眼, 继子低住头, 向外走了出去, 博士急不急待地将我拖到了他的书房之中, 并且小心地关好了门, 他的动作显示他心中有助难题, 他坐了下来之后, 手指竟也在抖住, 我将我坐的椅子移近了一些, 道, 博士, 你有什么心事? 博士抬起头来, 道, 这件事非要你帮助不可, 非要你帮忙不可, 他在讲那两句话的时候, 面上竟现出了十分痛苦的神色来, 我伸手按住了他在发住颤的手背, 道, 博士, 只要我能够做得到, 我一定尽力而为的, 博士的面色, 好转了许多, 他又发了一悔呆, 才叹了一口气, 道, 是继子, 我的女儿, 我不能让他和那人结婚的, 博士的话, 使我莫名其妙, 我细细地想了一想, 才想到可能是他女儿的恋爱问题, 使得作为长辈的他, 感到了头痛, 要向人求助, 但我什么时候变成了恋爱问题专家呢? 我的心中不禁苦笑了起来, 同时, 我也十分后悔, 因为我刚才只当博士, 是有助什么极其重要的事, 需要人帮助, 事已才草草地答应了他的, 如今看来, 我至少要在这无聊的世上, 化取一个下午的时光了, 我无可奈何地道, 博士, 儿女的婚姻, 还是让儿女自己去做主吧, 博士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道, 不能, 不能, 我仍忍住了气, 道, 妓子看来, 并不是不听父亲话的女儿, 其中详细的情形如何, 你不妨和我详细地说上一说, 博士叹了一口气, 道, 妓子是从小便许配给人的, 是井上家族的人, 他和未婚夫的感情, 也一直很好, 这是半心就事的婚配办法, 我的反应十分冷淡, 道, 忽然又出现了第三者, 是不是, 左左慕博士道, 是的, 那是一个魔鬼, 他不是人, 我笑道, 博士, 让你的女儿去选择, 不是好得多吗, 左左慕博士道, 不是, 在那魔鬼的面前,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听到这里, 开始感到事情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简单了, 妓子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力量, 能够使左左慕博士这样的家庭, 受到压迫呢, 我呆了一呆, 道, 那是什么人, 左左慕道, 那是妓子在某国太空研究署的同事, 左左慕才讲到这里, 我便不自由主, 祸地站了起来, 道, 妓子是在某国太空署工作的吗, 左左慕道, 是, 他自小就离开本国, 一直在某国求学, 如今, 他是回来度假的, 那个魔鬼的职位比他高, 对不起, 是贵国人, 叫方天, 左左慕讲到这里, 我不禁感到一阵头昏, 我的天, 方天, 刚才我还几乎以为, 那是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事, 而要离开, 如果刚才我离去的话, 不知要受到多大的损失, 博士看出我的面色有衣, 身子摇晃, 王道, 你不舒服吗, 我一手加额, 又坐了下来, 道, 博士, 你见过方天吗, 左左慕道, 见过的, 我发觉妓子和他在一起, 像是住了迷一样, 他本来是一个极其有主见的姑娘, 但是见了方天, 却一点主见也没有了, 爱, 左左慕搓住手, 一副筑籍的神器, 我道, 或者, 那是妓子对他多才的上级的一种崇拜, 左左慕忙道, 不是的, 我也说不出那其中的详细情形, 如果你和他们在一起, 你就能觉察得到, 我忙道, 我有机会吗, 左左慕道, 有, 那魔鬼今天晚上又要来探访妓子,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踏破铁鞋, 无觅处, 得来权不费功夫, 正是我那时的写照, 我今晚竟可以毫不费力地和方天相见了, 我想了一想, 道, 不是, 我不是自夸, 这件事你找到了我, 是得其人, 据我所知, 这方天纵使不是魔鬼, 也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人, 左左慕大声道, 魔鬼, 魔鬼, 他将使我永远见不到女儿, 我争了一争, 道, 这话从何说起, 左左目望了我一会, 像是他也不知怎样回答我才好, 许久, 他才道, 我也说不出那是为了什么, 只是有那种直觉, 我呆了一呆, 直觉又是直觉, 本来, 直觉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 但是最近, 我接触到直觉这个名词太多了, 纳尔逊直觉道那只硬金属的箱子和方天有关, 而且固执地相信住这个直觉, 左左目直觉道方天会, 使他永远见不到女儿, 也是固执地相信住这种直觉, 这绝不是普通人对付直觉的态度, 而且, 更不是纳尔逊和左左目两人的固有态度, 因为他们两人, 都是极有头脑的高级知识分子, 在那一沙间, 我的脑中, 忽然闪过了一个极其奇异的念头来, 两个人所直觉道的是, 都和方天有关, 而方天是一个极其奇怪的人, 他似乎具有超级的催眠力量, 能使他的思想, 进入别人的思想之中, 我姑且假定为, 这是他的脑电波, 特别强烈, 远胜他人之故, 脑电波本来是一种最奇特的现象, 方天的脑电波既然十分强烈, 会不会他有些并不愿意为人知道的念头, 也会因为他脑电波特别强烈的缘故, 而使得当事人感觉到呢, 这种情形, 在电视播放和接收中, 是常常出现的, 有时, 在欧洲的电视接收机, 可以收到一年前每周的播放节目, 有时, 电视接收机的荧幕上, 又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画面, 可能是来自数万公里之外的播放, 这一切现象, 全是电波, 在作怪, 如果我想的不错的话, 那么一定是方天, 在想念住那只箱子, 所以使纳尔逊感到两件事之间有联系, 而方天也在想住要拐忧祭子, 所以左左目博士才会如此这般的直觉, 我心中想了几遍, 觉得在方天这样的怪人身上, 的确是什么都可以发生的, 如果我的推断不错的话, 那么, 左左目博士和纳尔逊两人的直觉, 全是事实, 或是事实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呢, 当时, 我也难以做出肯定的论断来, 左左目博士见我沉言不语, 脸上神色, 更其交集, 他像是进驻最大的耐心, 等我出声, 我则因这个问题十分难以得出结论来, 所以迟迟没说话, 左左目博士终于忍不住了, 道, 魏先生, 究竟该怎么办? 我问道, 你要求住于我, 继子小姐, 知道不知道, 左左目叹了一口气, 道, 他完全入迷了, 我自然不能告诉他, 我只是将他的情形, 详细地告诉了继子的未婚夫, 一听的左左目博士, 再度提起了继子的未婚夫, 我心中又不禁一动, 继子的未婚夫, 是井上家族的人, 而那只硬金属的箱子, 正是井上刺熊委托那家精密仪器, 工厂焊接的, 箱子中究竟是什么东西, 可能只有井上刺熊才知道, 那样说来, 继子, 井上和方天三人之间, 也不是全然没有联系的了, 然而, 他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我却全然没有法子, 说得上来, 我只是道, 继子不知道更好, 我这时, 立即向你告辞, 博士张大了口, 道, 你不愿帮助我, 我道, 自然不, 我告辞, 只要让继子看到, 我已离开了, 使他不起一心, 然后, 我再以他所不知道的方式, 混进你家中来, 再暗中观察方天, 和继子两人的情形, 博士道, 好极了, 我们这里的花匠, 正请嫁回家去了, 你就算是花匠的提供吧, 我道, 自然可以, 只不过我还要去, 进行一番化妆, 在方天到达之前, 我一定会来的, 博士叹了一口气, 握了握我的手, 道, 我就像是一个, 在大海中漂流的人一样, 你是我, 唯一的希望了, 你不要使我失望, 继子, 他讲到这里, 不禁老泪纵横, 我又劝慰了他几句, 才大声向他回辞, 继子送我出来, 他并没有问我, 他父亲和我交谈些什么, 我也想不出, 该问他一些什么才好, 我们一起出到了门口, 我猜到, 日本真是一个, 很可爱的地方, 一般来说, 日本人的爱国心, 是十分强烈的, 如果一个日本人, 有人像他那样说法的话, 他是一定会, 兴高采烈的同意的, 可是继子的反应, 却十分冷淡, 他知道, 可爱的地方, 在宇宙中不知有多少, 他一面说, 一面抬起头来, 以手遮额, 望住蔚蓝的天空, 我听的他那样说法, 心中不禁意习, 道, 你是说, 地球上可爱的地方多住, 继子却道, 不, 我是说宇宙中, 我摇头道, 小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继子道, 对了, 很少人明白我的意思,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 便形成一种可怕的概念, 以为地球就是一切, 一切的发展, 全以地球为中心, 却不知道整个地球, 在宇宙之中, 只不过是, 一粒尘埃啊, 我咀嚼住继子的话, 觉得他的话, 听来虽然不怎么顺耳, 但是却极有道理, 继子又道, 有的人, 拼命想使自己, 成为世界第一的人物, 又有的人, 想要霸占全世界, 哈哈, 就算是达到了目的, 那又怎样, 也只不过是, 霸占住了整个宇宙的一粒尘埃而已, 我道, 继子小姐, 正因为你是在太空研究署工作的, 所以你才会有这样超然物外的见解, 继子一听了我的话之后, 面上神色, 微微一变, 他那种神情, 像是觉出自己所说的话太多了, 所以他立即住口, 不再讲下去, 而那时候, 他已送我到了铁门口, 我不能再逗留下去, 便挥手和他告辞, 我曾经对纳尔逊先生说过, 我去侦查那箱子的来历, 但是如果方天有了讯息的话, 那我便首先要跟住方天, 要弄清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一离开了左左木博士的家, 便立即到附近的就医市场, 买了一套像是花匠穿住的衣服, 又在小巷中进行住化妆, 将年纪改大, 还戴上了老花眼镜, 然后又回到了左左木的门前, 我发现不但妓子认不出我来, 甚至左左木博士的眼中, 也充满了怀疑的神色, 他心中一定在想, 何以相隔不到一个小时, 一个人竟能变得那样厉害, 我很快地就接手做起花匠的工作来, 妓子和我在一起修剪住花槽, 我尽量不说话, 以免露出破绽, 同时, 我心中暗暗好笑, 因为纳尔逊为我准备的住所, 我又用不住了, 一日之间, 因为情况不断地生住变化, 我的身份, 竟也改换了数次之多。